男孩将微笑出卖给了恶魔 得到了逢赌必赢的能力 一路赌成世界首富 今天虎将要带来的电影是 卖笑的蒂姆 蒂姆从小失去了母亲 和父亲相依为命 她还有个要好的朋友艾达 虽然她腿有残疾 但却长了一双漂亮的眼睛 蒂姆家里并不富裕 可是有父亲的陪伴 她的生活每天都很快乐 后来父亲再婚了 蒂姆还带来个哥哥 他们表面看着和善 但其实并不喜欢蒂姆 哥哥为了霸占她的柜子 弄坏了她的玩具 蒂姆却只帮哥哥说话 她难过有委屈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这天蒂姆和好朋友艾达去看电影 电影十分有趣 蒂姆被逗得哈哈大笑 她动人的笑容 被一旁的恶魔看中了 于是她展开了自己的计划 第一步她设下陷阱 杀害了蒂姆的父亲 蒂姆十分伤心 哭着跑到了充满回忆的赛马场 紧接着 恶魔设计蒂姆去赌马 等她赢了钱后 又让手下骗走了她所有的钱 蒂姆想起父亲 蒂姆和失去的钱 这时心如死灰 恶魔这时看准时机 找到蒂姆提出签订协议 用她的笑容换取逢赌必赢的能力 蒂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没有犹豫太多 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 她随机赌了一匹马 果然赢得比赛 拿到了一大笔钱 可她也发现 自己真的不会笑了 再次和艾达一起看电影时 无论她多努力 就是笑不出来 几枚弄演了半天 却打了个格 电影三场后 艾达拿着蒂姆送她的气球 问她哪里来的钱 她开玩笑说自己抢的 艾达信以为真 不敢相信最好的朋友 竟然去抢劫 她丢掉气球生气地离开 蒂姆回家后 被哥哥搜出了身上的钱 她只好坦白自己去赌马了 蒂姆不相信 她有那么好的运气 带着她来到了赛马场 有协议加持的蒂姆 把把都赢 蒂姆拿着赢来的钱 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可随后 她独吞了所有的钱 并禁止蒂姆再去赌 于是 蒂姆开始和同学打赌 在她赢了一次又一次后 同学们都输怕了 渐渐的 学校里没人愿意再和她玩 蒂姆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孤独 既然学校里没有朋友 那就不去上学了 她来到酒店想找份工作 可怎么会有人雇佣同工呢 于是 她和酒店的工作人员胡子书打赌 说自己一定可以成为酒店的员工 果不其然 她成为了酒店的电梯员 因为不想和蒂姆哥哥一起生活 蒂姆整理行李搬了出来 路过艾达家的蛋糕店时 艾达追出来询问蒂姆要去哪里 可她早已经失去了笑容 只能面无表情地回答她 艾达以为蒂姆 还在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气 也不敢挽留她 只能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艾达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靠在门上失声大哭 这时恶魔找来了 她骗艾达说 因为她是残疾 所以蒂姆才不喜欢她 她微笑着问艾达 想不想签订协议 用她的眼睛换一双健康的腿 伤心的艾达没有拒绝 另一边 蒂姆虽然拥有了逢堵必赢的能力 可她并不快乐 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她曾经的幸福时光 于是她开始到处找恶魔 想换回自己的笑容 她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胡子书打赌 恶魔会来酒店开派对 蒂姆的能力再一次显灵 可当他们交谈时 她发现恶魔的眼眶里竟是艾达的眼睛 她急忙来到蛋糕店 看着她那双充满着邪恶的眼眸 她知道艾达也签了协议 得知了她签协议的原因后 蒂姆才知道原来艾达这么在乎自己 她急忙解释自己并没有嫌弃她 两人的误会终于解开 蒂姆这时想到一个好办法 她打赌 艾达能拿回自己漂亮的眼睛 酒店里 恶魔正在慷慨激昂地演讲着 突然 她捂着双眼倒在地上 再抬起头时 眼睛扁回了之前的丑陋样子 恶魔知道 这是蒂姆搞的鬼 一直悄悄观察的胡子书 发现了这个秘密 只要赌约没有成真 协议就会失效 于是他们打赌 蒂姆会成为世界首富 因为他们觉得 这件事不可能成真 没想到这天夜里 蒂姆在睡梦中被吵醒 紧接着 一群黑衣人找上了门 带走了她 原来 前世界首富自杀了 她死前 指定蒂姆是唯一的继承人 于是 她被带去了前首富的豪宅 继承了她所有的财产 而恶魔竟然变成了她的监护人 她为了惩罚蒂姆滥用协议 决定把她培养成下一个恶魔 于是 她不断给蒂姆洗脑 想让她变成一个冷血无情的恶魔 而且还威胁她说 如果她离开 她的朋友们就会遭遇不幸 艾达不忍心看着曾经的好友 变成残忍的恶魔 她和胡子书决定 冒险去救蒂姆 可当他们终于见到蒂姆时 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 心里充满爱的小男孩了 艾达提出要和她打个赌 读她根本笑不出来 此时蒂姆已经被恶魔同化了 她拒绝了艾达的提议 转身就要离开 艾达连忙追上去 将起了只属于他们的笑话 一种熟悉而温暖的感觉 把蒂姆从冷漠中拉了出来 就在此时 恶魔发现了他们 蒂姆迅速握住艾达的手 打赌自己不会笑 赌约立马应验 恶魔被协议反噬弹了出去 看着她消失的方向 蒂姆终于放下心来 她尝试着撇开嘴角 接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她动人的笑容终于回来了 蒂姆激动地与艾达拥抱在一起 他们再次见到恶魔时 发现恶魔已经变得白发苍苍 可她依然不死心 变出了一地的钻石 想要再次诱惑他们 可早已看透一切的蒂姆不为所动 恶魔气急败坏 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人能靠赌博换取幸福 美好的生活需要靠双手去创造 蒂姆虽然一开始用金钱 填补了失去父亲的空虚 可没有了笑容的她 却再也找不回曾经的快乐 贪欲只会让人越陷越深 比起金钱和欲望 我们更应该珍惜的 使生活里点滴的快乐 还有爱我们的人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